大家好,我是约翰 逢年过节都少不了酒来做陪 比如说朋友聚会,家庭聚会 那这个酒呢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难免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喜欢劝酒的人 尤其是男人 被别人问不喝酒,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那为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大家会怎么办呢 那今天呢,约翰就来和大家织一个小招 其实呢,被别人劝酒 无非就是男人劝酒和女人劝酒 那第一种情况呢,是被女生劝酒 在酒桌上绝对不是只有男生的影子 爱喝酒的女生呢也很多 而且呢,女生的酒量呢还特别大 还挺厉害的 像是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喝酒的人 所以呢,女生喝酒不足为怪 但是又碍于女生的身份 酒就让很多人呢都是要替女生挡酒的 但是当一个女生来劝你喝酒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有的时候还挺羡慕你们这些女孩子的 可以劝酒 有时候呢,还有人帮忙挡酒 那再看看我们这些男人 不是要挡酒,就是得被劝酒 那说完这句话呢 我相信一般失去的人呢 就不会再继续劝酒了 而且这个气氛呢也不会特别尴尬 就缓解了 那第二种情况呢是被男生劝酒 我们说同性相斥,异性相惜 男人对男人就比不上女人对男人来的温柔了 一旦碰到男生应要和你喝酒的话 直接拒绝的话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会说不喝酒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那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办呢 可以用一种自嘲的方式说 你说我不喝酒不是男人 但是我一碰到酒的话 且不说男人吧 我可能连人都做不成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自黑的方式 但是明白人一听呢就能明白 你不是酒量不行 就是不能喝酒 那自然呢也不会再硬劝你了 当然呢,约翰和大家说的 都是一些那些失去的人的一些反应 但如果碰到的是一些没有眼力劲的人 应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就是啊 能趁早开溜就开溜 因为这样的人呢 也不值得你在酒局之后再联系了 我们说毕竟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伤身又伤肝 身体呢比什么都重要 那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呢 那大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一起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